真正聪明的人,一生都专注于这几件事,庸人却不当回事。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我们时常被各种琐事和诱惑所牵绊,迷失了方向,然而,正如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说,滴水穿石,非力使然,横野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真正的聪明人懂得将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,他们的人生因此而精彩分成,聪明的人未必事事成功,甚至庸碌一生,愚笨的人却常常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,笑到了最后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持续学习,巴菲特,这位被誉为现代证券之父的投资大师,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,他坚信,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,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,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做出明智的决策。 他曾说过,投资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,你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,不断学习新的知识。 据统计,巴菲特平均每天要花六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阅读各类书籍和报纸,这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他阅读的内容广泛。 包括经济、历史、哲学等多个领域,正是这种持续学习的精神,让他能够洞察市场的本质,抓住投资机会。 然而,在现实中,我们却常常看到一些人满足于现状,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。 他们或许会在短时间内取得一些成就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的知识储备会逐渐落后,最终被时代所淘汰。 因此,我们要时刻保持一颗求知的心,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,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,坚守原则。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,那就是安全编辑。 他强调,在投资时要注重安全编辑,选择那些被市场低估的公司进行投资,同时,他也坚守自己的投资原则,不轻易改变。 他曾经说过,投资就像打棒球一样,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你能够看懂的领域上,然后等待那些属于你的机会。 在投资领域,坚守原则往往能够带来长期的稳定收益。 然而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却常常看到一些人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而轻易改变自己的原则,他们或许会在短时间内取得一些成就。 但长期来看,他们往往会因为缺乏原则而陷入困境,因此,我们要学会坚守自己的原则,在面对各种诱惑和挑战时, 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方向和目标,用心行事,便是能人, 围如夜话中有一句话,生姿虽少智慧,而律是精详,极是能人。 一个人即便天资不够聪颖,乃至有些愚笨,但倘若做事处处考虑周到,精细详实,那么,这便是一个能人了。 聪明之人,容易陷入胶筋,于是凡是自是聪明,往往就少了那么点用心,也不乏聪明反被聪明误者, 况且,聪明的人不可能事事聪明,实是聪明,而事上的事,也并非仅靠聪明二字就可以, 反倒是愚笨之人,正因为不够聪明,也无可自视之处,只好低调朴实,事实用心,处处用心,实实用心, 于是,用心的人,反而日积月累,水滴石川,终会在人生的某个节点,将素长的四平八稳,变成一鸣惊人, 事实尽管千头万绪,最怕用心二字,因为用心,才会认真对待问题。 尽全力去寻找解决办法,世上从来不缺聪明人,但聪明人不等于是能人, 少了用心二字,天才也会泯然重人,用心的人,才是真正的能人,用心专一,是有所成, 用心分辨,少走弯路,菜根坛中有一句话,一念错,便觉百行皆非, 方之当如渡海夫囊,乌龙一针至下漏,万善全,使得一生无愧, 修之,当如灵云宝树,虚假众目以称池,人生在世,错误难免, 然而很多错误,其实都起于一念之间,但一念之差,谬以千里, 因此,古人讲,凡事应三思而后行。 生活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切记意识头脑发热果,做事多些思虑,多些谨慎,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,也许有人说,生命在于折腾,也许有人说, 成年人要有能力承受自己的每一个决定,但是, 不要高估自己的承受能力,承受两个字,并不是简简单单从嘴里念出来而已, 世上没有后悔要,但很多错误,其实都可以避免, 在做决定之前,多用心考量一番,用心权衡利弊,用心听取建议, 用心分辨对错,每一次用心,都会让人少走一些弯路, 少犯一个错误,用心感受。 发现快乐,生活中,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,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, 却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惊喜和愉悦,成为突如其来的幸福, 现代人将这种经验称为,生活中的小确幸, 其实,哪里有什么天降好运,天上掉馅饼,从来都是白日梦, 那份小确幸,不过是我们对那件小事的用心感受,菜根坛,有盐, 风来疏竹,风过而逐步留声, 厌赌寒谈,厌去而谈不留影, 故君子是来而心始现,是去而心随空, 这话讲的是处世之道, 其实也在讲用心之道,有句话说, 用眼看世界,世界很渺小,用心看世界, 世界很博大,想想看,人生一大部分, 毕竟是些琐碎的小事,哪有那么多大起大落, 大喜大悲,倘若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, 从中发现快乐,那不就会处处都有小确幸, 小确幸积累起来,长长久久, 不就变成稳稳的幸福了吗? 很多时候,决定人生宽度的,不是的智慧,而正是态度, 一个人真正的幸运, 从用心开始,隐忍做人, 北京谈这四礼, 我们能够在弥勒佛两边的柱子上, 看到这么一副迎联, 大度能容,容天下难容之事, 开口便孝,孝世间可孝之人, 真正聪明的人,往往都可以做到, 敬而不争,淡然处事, 从容于表, 引人处事, 闲锋初年, 曾国藩老家, 遇见新宅, 与邻居为一强之格, 而发生了不愉快的争执, 事态发展到严重之际, 甚至要闹到打官司的地步了, 曾家的人无奈将事情原委写了一封信, 既往在经为官的曾国藩手里, 很快, 曾国藩回寄了一封信, 信中还特意附上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古人诗句, 家人看到, 便遵从他的建议, 甚至主动将帝退缩了三尺, 邻居健壮, 惭愧不已, 进而感动, 于是也非常有人情味的, 将帝自动退让三尺, 让增加扩解心窄, 人生在世, 谁都可能遭受一时的挫折, 无奈, 打击和痛苦, 若是一味的硬刚, 很可能只会招致两败俱伤, 不如选择隐忍一时, 忍住暂时的屈辱, 磨练自我的心胸和意志, 然后, 寻找合适的机会, 让自己真正达成心理的目标和野心, 正所谓, 忍一时风平浪静, 退一步海阔天空, 英国文学家迪斯雷利说, 坚忍是成功的诀窍, 懂得忍受一切, 敢于忍受一切, 习惯忍受一切, 就可能无所不能, 能够忍受自己的人, 才能在生活里享受空闲, 能够忍受别人的人, 才会在人生里享用自在, 忍一忍, 恼怒便可以被压制, 忍一忍, 怨气痛苦便可以消散, 正如北宋散文家苏寻所言, 一忍可以致白勇, 一静可以致百动, 很多人以为隐忍是一种怯懦, 是一种无能, 是一种逃避心理, 但其实真正懂得隐忍的人, 则能够体现出一种胸襟, 一种气魄, 一种智慧, 而且当你越是擅长于, 以隐忍的方式来面对, 沉沉浮浮浮的人生, 则通常能够看到更多, 更现实, 更残酷的现实, 然后, 对生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, 对人生有了更为高深的洞见之后, 便可从中汲取营养, 收获焕发生机的生命力, 正如法国哲学家卢梭所说, 忍耐是痛苦的, 但是它的结果是甜蜜的, 隐忍包容, 让的不是得失, 而是涵养和心胸, 耐心做事, 查理, 芒格说, 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, 你的老年生活只会比年轻时更加幸福, 深以为然, 那么, 你会觉得当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呢? 实际上, 要想看清一个人真实的生活现状, 不在于看他在顺境时的表现, 而在于看他在逆境时所做出的改变, 一个人处于人生低谷, 困境和苦恼的处境时, 通常都会表现出一副焦躁, 焦虑, 急功近利, 甚至是对所有事物都对谁干的模样, 他们没有耐心去做事, 因为总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值得的, 方向是错误的, 过程是煎熬的, 结果是失败的, 于是, 想东想西, 胡思乱想一番之后, 就更没有了耐心去做事了, 深含欲言, 不耐烦, 干不得事, 不忍气, 做不得人, 做事, 要耐得住烦恼, 才能做到耐心耐心做事, 做人, 要懂得忍气吞声, 才能在面对挑衅和伤害时, 克制自我, 坚定目标, 顶住压力, 有个二八原则是这么说的, 永远把80%的精力, 投入到20%真正重要的事情上, 并在这20%的事情上, 获得80%的回报, 的确很有道理, 生活当中, 很多人之所以穷极一生, 都很难做出一番成就, 甚至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, 人生过得越来越迷茫,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, 不管做什么事情, 不论做什么工作, 都是一种浅尝辙止的态度, 一时感到工作压力大了, 工资又不涨了, 觉得没意思就换了, 然后, 惊人介绍了一份轻松又高薪的工作, 屁颠颠去做了一段日子, 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, 然后又特别不爽地辞职了, 再然后, 又火急火燎地找下一份工作, 周而往复, 兜兜转转几年, 甚至十几年, 换了十几份工作, 最终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成, 实际上, 人的耐心, 耐性也会在这样的浮躁, 焦躁的心态历程里, 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, 聪明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经历投入法, 一件事不管大小, 耐心去磨, 用心去练, 决心去做, 如此, 非但慢慢可以掌握工作上的一些心得, 甚至还能收获一些精髓, 这些心得, 精髓, 就是你拿耐心, 时间, 精力来, 交换得到的竞争力, 也是别人学不来, 拿不走的, 爱因斯坦曾说, 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, 耐心做事, 恒心坚持, 你才能真正从耐心付出, 坚持付出的过程里,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, 谁没有耐心, 谁的生活就会陷入一团糟, 格拉索也说, 一切事情的关键是耐心, 孵蛋才得小鸡, 把蛋打破是得不到小鸡的, 所以, 不管在什么年纪里, 都要时刻警醒, 一下自己, 要保持耐心, 保持耐性, 因为这样, 你才能在人生的岁月里, 耐心的浇灌, 开心的收获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欢迎持续关注, 点赞订阅,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